是什么让美少女花柔失色 又是什么让小帅哥金庞之作 啊 吃蚂蚁了 敬请收看今日Vlog 月灵徒步 早上八点坐车出发 放了后面进山的血 然后跟着向导出发了 沿途打眼睛 直接这样脚 对装置拉肚子 感觉马上要忘了 又找来吃的了 他来了 他来吃 检尝一下吧 吃完了没没百分 自豪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是蚂蚁哦 这一种蚂蚁的话就可以吃 啊 吃蚂蚁了 这也是酸的 吃什么味道 芸蚂蚁42号 马上打脸了 我进山前的准备了 进山了 来都来了 到时候您出现了 你还要当猴子的天赋 最好玩的项目来了 先做好防护准备 看得很专业啊 给屏幕前的你比个心 心里其实有点慌 但在欢呼中 你是个自我 是我们的餐具 那边是我们的厨房 我就放一点 香不香 好香 吃完接着出发了 刚开始路还很正常 慢慢地刺激了起来 走到雨林深处 看到了好多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叫梳罗 在恐龙时代就有的 像岛边的草帽遮阳 越来越像眼人了 又有吃的了 这个是甜的 好吃 参观橡胶树中 不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驾山了 当眼人好快乐 拜拜 拜拜